那杨敏我还是要问你一下 这个新的隔魁 这个新的局面嘛 共创新局嘛 那陈建仁陈隔魁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郑文灿 这两个人会怎样 之前大家预料的 郑文灿会变成一个 最有实权的一个副隔魁嘛 陈建仁显然对于政务不是太熟悉 他的政治语言显然也不是太熟悉 那当然啦 在他身上的实质价值高端嘛 那郑文灿呢 就是论文嘛 一个是这个高端一哥 一个是论文二哥吧 林志坚才是一哥嘛 论文二哥嘛 所以这个组合你怎么看 特别是 你有想过赖清德的感受吗 赖清德会不会觉得 开始觉得有点盲刺在背的感觉 我想首先我们先讲 陈建仁他接受这个 自由时报的访问 他讲的是说 蔡总统没有征询他 但他没有讲 别人没有征询他 别人 总统府秘书长 对如果是总统府里面的 小英派了一位 去问问他的意见 你懂吧 这个因为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 陈建仁当初在2016年跟 就是2016的总统大选里面 跟蔡英文这个组合 搭档这个参选副总统的时候 在还没有公布的前一天 柯建民曾经去询问 陈建仁是不是他 就那时候老柯也不知道是谁嘛 所以呢 那时候因为有风声说是陈建仁 所以老柯问了陈建仁 陈建仁只有说 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就是他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但是他就说 这个我不能跟你说 所以呢 陈建仁是一个不会 如果有就是有 没有就没有 但他说我不能告诉你 表示有嘛 他不能否认嘛 所以 基本上他的宗教信仰 对他 就是说 他在讲话 语言必须要比较这个诚实嘛 对对对 就是说他讲出来的话 不能后来就被打脸 否则他到时候如果啦 如果他这一段 比如说蔡英文没有征询 然后他到时候去当了 真的还是去接了 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 一开始质询人就问他说 你怎么还没 还没上任就说谎 所以我听到的版本是 也许蔡英文不是亲自征询 这么重大的事 不要亲自打个电话 亲自征询 因为蔡英文不喜欢打电话 他不喜欢打电话 他不喜欢 你 这种事情不重要吗 要不然把陈建仁叫来啊 你记不记得这个 蔡英文讲过一段话 就是是陈其迈 一天到晚打电话给他 对 对不对 不是蔡英文打电话给陈其迈 蔡英文是一个 就是如果能够有人 帮他忙处理事情 他就会请别人帮忙的人 那他不是一个 喜欢人际互动的人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 基本上可能是先去征询 因为蔡英文不喜欢听到说 你拒绝我 就是说他先等到 你这个意愿或怎么样 先了解一下 再来做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今天 当今天苏贞昌确定请辞过后 蔡英文会不会去打这通电话 会不会去征询 这是一个问号 因为我认为陈建仁 当然不会是唯一选项 现在传出来还有什么顾力熊 什么苏家权 当然我认为苏家权的可能性相对低 为什么 因为苏家权不要忘记 他当初辞掉总统府秘书长 是因为他的家族里面 有人卷入这个收费案 那如果今天你要再把这个苏家权 重新拉到这个台面上 你民进党真的准备好了吗 更何况他的这位亲人后来就退党了 然后呢在这个去年底的 这个屏东县长选举里面 他似乎没有站在民进党身边 所以苏家权上来一定会变党内的剑拔 那所以我说这个 陈建仁看起来是一个大家的叫做共事 顾力熊呢 顾力熊的问题是他的性格 他的个性比较强悍 他过去在立法院 他不管是党场会 不管是金管会 他是对立委是不假辞涉的 跟苏贞昌很像啊 很像 对那这不是蔡英文要的吗 可是现在这一次选举 不一样了 你现在比如说2019年 那个时候是因为蔡英文声望到了谷底 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 把这个整个民进党带起来 好那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苏贞昌 可是苏贞昌这个风格已经不行了 现在民进党又掉下来 你还要用苏贞昌的风格 那你换一个顾力熊没有差 而更何况顾力熊对于这个行政院的院 这个相关的事务 老实说我认为他没有那么的熟悉 对但陈建仁也没有很熟悉吧 对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陈建仁我刚刚这个我同意 我同意这个蔡委员说的就是陈建仁就是仇恨之敌 他就做好人就好 对啦 所以嘛发现金 这个经济来我们就是 但高端呢高端仇恨之敌吗 高端的议题大家不要忘记 他就会说去年底该查的都有查了 现在也没有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是被告 对不对 高端那个去年的那个内线交易案 后来无声无息了 所以你先说我是一个受试者 当初呢我也说了我是安慰剂 那后来我就是一个使用者 就是去打高端疫苗 如此而已 他很好把这个责任撇清 我觉得高端指的是烧不到他身上 我认为陈时中会比较有争议的原因 是因为陈时中是有权核定 我们要采购什么样的疫苗 而陈建仁当时是什么身份 卸任副总统 然后呢是一个叫做推销员 类似一个顾问的概念 等于是政府的一个防疫的顾问 那他没有实际的权利的话 相对来讲 我认为他顶多就是一个 对就你刚刚讲的推销员的角色 所以蓝英一直觉得说 你上来的话这个高端啊 这个跑不掉等等 但是看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 我相信民进党都有应对 如果真的要挑陈建仁 或是要挑这个郑文燦去搭配 一定都有应对的方案 不用替民进党担心 那尤其是像郑文燦 郑文燦是集结了所有的负面能量 一生之后 还可以去卡到这个傅格魁的位置的话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他是政治 就是他是必须要代表 未来的这个行政团队 从事所谓的政治工作 什么叫政治工作 苏贞昌上任的时候 他的傅格魁是陈其迈 这是往年以来 最政治的正傅格魁组合 那过去常常习惯的 这个正傅格魁都是 格魁如果是政治 这个政治意味比较高的人 傅格魁就会选择一个财经专业 财经背景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行政部门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要跟企业界也好 要跟这些政商的 这是要有一个互动的 那如果今天挑了陈建仁 陈建仁在这一块 看起来是比较 没有他没有什么财经的专业 但是郑文燦的 这个商界的人脉之广 是啊 广之下有 对所以你说像郑文燦 他又有政治性 他又有政商的人脉 好如果今天他进去 所以刚刚你讲到了 我认为陈建仁 比较像是一个傀儡 他就是扮演好一个过渡棋 为什么 因为他的任期很明显 就是因应明年的大选 对但是 这个位置是有行政资源的 这个位置做得好 是可以推出成绩的嘛 对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陈建仁 郑文燦做得好的话 当然直接的就是这个赖清德 有没有 对但是 但是你看 如果这个改组的时间 越往后延 你看到一月底 民进党是三月中旬左右 就会推出所谓的总统初选 对 那你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时候可能连那个现金 都还没发 因为你知道 现在昨天那个 那个朝野协商 是要冷冻一个月 四月 那个法 草案都还没过关 然后呢 你发钱 后面还有那个 特别预算 要送进立法院省等等 快马加鞭 最快也要二月底 好 你二月底通过 然后呢 一些系统要什么上路 可能要三月底 然后呢 才能这个发钱 我觉得陈建仁不忽啊 不忽啊 如果陈建仁要去这个 用这个去跟赖清德 争夺所谓的 这个党内初选 我认为这个难度极高 难度极高 但是 就是说现在的可能性 比较即便是定于赖清德一尊 就民进党是赖清德一个人 去选2024 很有可能就变成 那个吴英龙当初讲的 那个一个人的武力 就是辅跟院小英跟陈建仁他们就 我们好好的治国 我们好好的去什么大外宣 好好的去搞这个台美关系啊 什么什么互动啊等等的 你自己去做 你赖清德 2024以后是你的事 你的事 我小英只做2024 反正我们把我们的资源 把我们的辅院这个搞定 然后呢 我们去服选我们的立委 剩下的是你赖清德的事 这样子啊 我说赖清德真正的危机是这个 这比党内有人挑战更可怕 更可怕 因为你会一路有人在后面扯后腿 对 而这个就是 我说赖清德真正上任 以后要迎向被 就是民进党的这个总统提名 的最可怕的一个关卡 就是后面这些派系 到底是真心挺他 还是我只是假装 我们都支持赖总统啦 结果呢 后面就看一面是扯后腿 然后我往前冲一往后看没有人 然后我往前冲 哎呀就我死在战场上 对啊后面人狼泪 对现在最怕的是这个结果 那当然我认为 呃成建人相对来讲 如果他今天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他就说啊我就是政务啊 我就是政务啊 我没有那么多政治性的时候 哎呦 那那反而赖清德要紧张 好想看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莫莫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这个地方 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 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